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来 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分享的 说圣经跟我们座人 我相信这个话说之后 大家一定听得很清楚 其实座人有一个道理在 这个道理你如果有了解 你如果照着去做 自然你的人生 有法走得很顺利 你如果违背的这个道理 当然你人生很痛苦 所以我们说过 我们人外在世间要可以管理 我们人外在世间要说好的话 因为围义是上帝創作世间的力量 所以围义是很有方便的 这个厚比只有教会在 我们人外在世间要有信心 要相信上帝的公平 相信上帝的云点 相信这个世间的尽力 我们外在世间要有疼心 要关心别人 外在世间要有愿望 我们说外在世间要怎样要纪录 人人外在世间没有纪录 你的生命没有意义 这都叫做人的道理 今天这一集要来谈一个比较严肃的围义 说外在世间做人的道理 外在世间做人要怎样 要扶植 做人要扶植 做人跟这个动物青鲜 很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动物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扶植 我们做人知道 人外在世间在学习 就是要扶植 什么叫做扶植 我们说比较的 就是叫做爱人材 爱生人自己的错误 生人说我有些事情不对 那是很困难 大部分的人都死亡人的嘴巴 都明明不对 他不生人 你觉得我生人好像很沉默 其实人生最偉大的事情就是做不对 你敢生人 人家说男主人加做加重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这个事情我做的 我就要来生人 但是你来看一般的人 人家来说 大部分的人不敢扶植 他们做的事情 他不敢扶植 你说今天你车好 你敢扔掉 你如果把人家扔掉 那些人如果扔掉 人家在路边 你敢扔车停在旁边 你有怎样吗 这我们做会够 但是你如果弄死一个人 你敢不敢扔掉 你敢不敢扔掉 大部分 你如果弄死一个人 你可能会扔掉 因为你会怕 因为你会怕 你说为什么人家扔刀你不怕 因为扔刀也不怕 所以你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你就会扔掉 听到没有 不怕你就会扔掉 你如果会怕你就会扔掉 你会扔掉 我们人家做很多这种扫抗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怕 因为我们没有勇敢 因为我们不敢扶植 我们会扔掉 还有人婚姻是逃避 有人因为老婆 本来很温暖 那现在怎么会离婚 为了钱 这个我看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身边可能就是朋友 为了什么事情 离婚 为了钱 为了缺席 为了政府 为了经济 那现在离婚 因为不怕面对 其中有时候 他不管理面对 他说 那你的大事不要抗掉我 本来有个人 教你说 很少女儿子 反书都要做回来打 圣经也是这样搞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 因为他怕 他怕什么 他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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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面对 不面对 就逃避 逃避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他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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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在家里 小孩 吃不够 他怕在家里 不够够够的 好的生活 他怕 他怕 他怕的结果是什么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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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粉 吃酒 外交 人家出走 所以他找这些行为 都证明一个事情 证明我们的怕 这些事情在证明 证明我们人 没有付出的丹凌 这在属于我们的成人 我们人在这边 我们都很重要 因为 民对问题 去承担 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人都叫做好意无劳 我们要爽快 不要辛苦 所以人 一做了之 走不要看得到 眼不见尾症 我没看到就好了 我们都会选择这条路 逗票 我们逗走 但是 做人的逗律 不是这样 做人的逗律 要面对 所以一个人逗走 你说我离婚 又另外带别人 这样会幸福 不 不 工作上还是这样 这个工作我不要做 逗走去面对其他 会快乐 不 一个一直逗票的人 他不敢面对问题的人 他不可能会快乐 因为这叫做人的逗律 做人的逗律 其中一个人叫做负责 你做人如果不负责 你晚上睡觉 你良心不安 所以你要发现 这个 補充办法 有人做不到的事情 不敢生人 结果 几年来良心都不安 将会有一个 他弄不住 他整期出来面对了 他说出来的时候 那心头像酒头 放下去的同样 我们人就是在面对 面对我们所做的策 接受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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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们人类 外的时间做人的逗律 所以我们做人 不能逗票这种东西 但是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主题 更严重 因为头前说的 有信心 有欧望 有听心大家都很爱 那都很好的 那都吃到甜甜 今天这个叫做良 有苦口 今天所说的 是你如果去做 你会感到有厚力 这是一个艰苦的事情 就是要面对我们所做的策 我们人通常都会逗票 我们用说白策 让我们自己的嘴巴尖 減金 我们用说白策 来暗闭这个事情 我们人都在逗票 但是当一个社会 是一个逗票的社会 当一个社会 不加面对问题 这个社会 绝对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当一个家庭 不加面对问题 大家同样 大家都是大社会 好像没有事情同样 不亲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家庭 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一个个人 他不加面对问题 他在逗票 都自己所做成的 还是说不是自己所做成的 但是你不加面对 你的逗票 这个人一定是通过 我刚才强调就是说 有的通过是我们做成的 我们要面对 有的通过不是我们做成的 但是那也是那些面对 也是那些面对 没有办法 虽然不是你所做成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面对 你的人生同样是通过 好比说什么 好比说我们有时候 生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 不说很健康 这不是我们做成的 我们如果对他做什么 我们如果好好的 他传辟这样 这不是我们可以做 我们没办法讲的 这不是我们有办法 所以事实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 不是我们不对 但是我们也是要扶着 这就是人生的通过 但是这叫做人的道理 因为你如果不亲面对 你逗票 你会更难 逗票你的事情 虽然这个事情 不是你所做成的 但是他是你的事情 你逗票这个事情 你的人生不可能快乐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人生要面对 无论这个人家 是不是你算的 有人生在一个痛苦的家庭 有时候老婆没有这个人 老婆不叫 身体 老婆两个人都喝酒 说这个孩子很痛苦 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 面对这种东西 这个他算的 不是 这个他的不对 不是 他是在受害者 但是 他人来到这个家庭 他就是要为他的家庭 他的老婆老婆 他就是要面对 他就是要去面对 面对他的老婆老婆就是这样 他要对他的处境来扶着 他不能说 这都是你们害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比你们俩更暖 比你们俩更害 不意义 他不会快乐 所以什么叫做人的道理 要为你的环境来面对 来扶着人 虽然不是你的草 你也是要来面对 你面对我老婆老婆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做扶植人 扶植人的做法就是 不管他们怎么 他们的事情 不需要贪念我 不管他们怎么 我就是尽力过我自己的一致 你如果有这种扶植人的想法 你的人生才怕下去 你如果是一种不亲面对 我哪里生在这个家庭 别人都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 爸爸做老师妈妈说不完 家庭背景都很好的 胸有地公 家庭气氛都很好 我哪里完结 我哪里不生人家 你这种想法没做 因为你不是人家 你这种想法没有帮助 你解决问题 不会 我们这种想法 只要这种问题 再拖到我们的后一件事 你只不过中一台通告 再拖到我们的后一台 拖着我们的婚姻 拖着我们的家庭 拖着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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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没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台湾很多人 没有这个做人的道理 他要将过去他的通告 再拖着他的孩子 他将过去他的背部 他拖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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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拖着他拖着他拖着他 拖着他拖着他 拖着他拖着他 因为我们做人的材料 你也可以为自己付出人 这就是做人的道理 无论你的环境好办 你也可以为自己付出人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如果这种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没有肚子了解 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这样想不到 你没有肚子突破 我跟你说 你的人生这条路 尤其你还很年轻 人生还多了十年要过 这样死了 你会很痛苦 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要找到米 找不到米 你找到一个地方 你找到一个地方 都有问题要面对 你面对一个人 都有他的问题 你要面对 这个世间无人和一个人 是像相对一样 对你完全接纳 无论你外不好 他都可以带你 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 你面对的人 总有他的观点 总有他的悠闲 总有他做不够的地方 总有他没办法 突破的地方 你要面对 你要面对 你要接纳 你要接受 这叫做付责任 大家听到 付责就是要去面对 付责就是要去接受这个环境 接受这个属性 这叫做做人的道理 所以做人在世间 如果没办法接受 你的背景 接受你是男 是女 这个性别 你如果没办法接受 你生做这个形 你说我如果平日 又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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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感觉 在我所看的这个环境中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怕面对 很多人不亲接受 很多人不爱付责 很多人不爱付责 很多人万贪 万贪 万贪这个万贪那个 他的经过的人生就是乱七八糟 一抬头的人生 何必像这样呢 我想我们去学习 学习 圣经给我们解释的 做人就是要平行接受 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处境 上帝为我们安排这些政境 安排这些背景 我们就要接受了 这就叫做人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做人的道理 你如果接受一种做人的道理 那如果照这个道理来去做 我想这样的人生就是快乐的医生 你如果接受你的家庭背景是这样 你没人输 你完在基中 继续来努力 这样不才会成功 这叫做负借 这叫做接受 我意思不是说 你当事审理就说 我做定了 我这个人就是拍名 这样 这也是一种不负借情的事犯 你不要说我真人命 这样是不对的 你在一个不好的困境 你要努力 你要比别人更加倍努力 你如果放心 我比别人更加倍努力 人别人讀一次就行 我讀一次就行 我讀一次就行 你要加倍用时间 这叫做负借人 为自己负借人 我们没输 用我们的厚天的努力 来补我们生天的不足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官僚 你如果来接受 今天老三所说的 圣经给我们加持 叫做人要负借负借 什么人最没负借借 当然是阿冬赫瓦最没负借 从小时开始 当两个人犯罪了 上帝说你们在哪里 上帝来找他们 上帝叫他们的名 阿冬赫瓦你们在哪里 那两个人不负借借 他们用手上帝 那两个人走去美 说我美起来就没事了 我们人类的罪欲就在这 人类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我们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敢面对这个世界 已经存在的罪欲 这是最大的这个问题 好 好了 休息一下 等下来继续来讲 欢迎回来老三个节目 来 今天说的说做人的道理 今天说这些比较沉 可能比较困难 做人要负借 我们对我们的祖先阿冬 骂我 厄到最后的东西 就是不负责任 我心心提醒 这是我们人类 原宿 我们天性来面的最多 没有负借借 你看孩子就是这样 都不用人家 没有负借借 东西 你如果没有家家 没有家家 他不会拿回家 他没有家家家 他不会去找 你如果没有家家家 他不会去找 为什么 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要记得 人类的天性 不是负借借 什么叫做做 等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不能自己去收买 我们不能自己去处理 这叫做做 这我们组国以来就是这样 我们人类的做不到的事情 做了之后就走去了 所以现在 现代人想到流行 叫做一夜情 一夜情 就是一种心态 来我给你睡一觉 睡一觉 各自逃跑 他都不懂得记命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用负借借 这就是现代人 想到爱的事情 但是这样不行 当然是不行 这是很大的一个比较 做亲爱的朋友 记得 记得 我们做人的读力 其中一个叫做负借借 叫做负借借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继续过这种 没有负借借的人生 我看很累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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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朋友 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负借借的人 所以姓姓给我们教 我们要负借借 什么人给我们教 上帝给我们教 上帝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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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帝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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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衣服 他穿 做衣服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人家负借借借 上帝说我将来要来求职 你们所做的事情 我要来求职 我要下边你们做 因为你们是我創作的 上帝不是渡票 你看上帝做的跟人做的差很多 阿东让我做不到上帝来求的时候 上帝跟他求他能够走 但是上帝不是 上帝说这件事我做的 我来负借借 我来负借借 负借借不是很难的 负借借是要负借借借 你看上帝有负借借没有 上帝付借借没有 上帝付出什么借借 上帝付出他的生命做借借 所以整个心情给我们看到上帝 是非常负借借的上帝 所以我们人外来学习 可以负借借借 你如果不能负借借 你的人生一定是失败 要为我们的赤五负借借 为我们的赤五负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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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赤五负借借 你的婚姻是一个赤五负借借吗 有可能 有可能 明明对方式不适合你了 结果你同怒你同怒你同怒了 但是你要为你不成熟的决定 为你赤五负借借 所以心情说 你若携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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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你若携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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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說不要發生,但是一旦發生後,這個離婚的人發生到現在說得不太做了,都去月了 如果已經離婚下去,教會應該非常接納這些離婚的人 所以教會是一個反對罪惡,但是教會是一個接納罪人的地方 因為教會裡面這些人,包括牧師在來,所有這些人我們都是罪人 但是我們身為罪人,我們都會罪人 不是因為我的犯罪,我就介意罪,我就接受罪,不是 但是我就是一個罪人,所以我知道罪不對,我討厭罪 但是對罪人同樣的犯罪人,接納,幫贊,扶持 所以用這個道理來講,道理來講就是,我們生經裡面的感覺是 我們人對罪惡要記者,但是對罪人要接納,要援揚,要幫忙 所以上帝的做法就是扶持人的做法,上帝很討厭人的犯罪 但是我們人既然犯罪了,就沒辦法犯下去了,你現在說就沒辦法做了 就做下去了,你現在又罪不罪了,上帝的方法很刺激 上帝說,這樣我完良你,我完良你,但是完良沒辦法做了,事情就做了要怎樣 上帝說,我扶接納,我來扶接納 所以上帝就來扶接納,上帝扶接納,上帝扶接納 上帝自己扶犯他的生命,來他到世間,來他爭罪人 這是上帝,這是上帝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所以對聖經來看,上帝是用他自己,用身教就對了 上帝用他的行為,讓我們人看到,我們做人就是要扶接納 扶接納才有希望,投票應該不會解割問題 上帝就是扶接納了,所以有一個人的罪才能得到解割 有一個時間過期後,身體身體才會降臨,只有扶接納才是解割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們人,我們人都會犯罪,我們要扶接納 我們的扶接納就是來邀請上帝來扶接納 我們的扶接納就是邀請上帝,誰要怎麼來做 我們的扶接納就是邀請上帝,他在這裡比上海的人 這叫扶接納,所以我要來強調,我強調,親朋友 我們真真真真,我們真的要做一個扶接納的人 上帝讓我們看到他是扶接的,不然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也是扶接的,我們也是願意來對上帝學習好的 不要對阿東、阿娃學習那個壞的,好得不學學壞的,我們人就是這樣 所以透過這個節目要來提醒,我們學習做一個扶接納的人 我知道很多事情我們沒辦法扶接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接受上帝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信用 因為我們需要請上帝來協助 這不是說我們的事情都交給上帝,不是 最扶接納就是你要找一個人幫你解決 所以今天如果有什麼人欠你兩百萬,什麼叫做負接納 就是我在這邊前面說我沒錢了,沒錢了,不用一條 對不對,不然看台北掛水財力 這什麼叫做負接納,叫做無賴,真的叫做負接納 這羅門,什麼叫做負接納 我就要去找一個大好人,拜託千兩百萬,拜託你來海 這樣才叫做負接納嗎? 找一個真正的實力的人,來找我的政府海條,不才叫做負接納 今天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沒辦法負擔 要怎麼來勤求上帝,上帝請你來幫忙我 因為上帝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不是投票,一個人信上帝不是投票的事情 信上帝才是負接納,說上帝這件事請你來幫忙 你讓我有體育,你幫助我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幫助我面對這個問題,你幫助我不要投票這個問題 所以基督教是最強調負接納的 所以做人的道理,就是要負接納 所以親愛的朋友,請你記住 你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人,你要學會負接納 現在時間就到這裡,後來繼續繼續收看,就下 阿嬤,我很崩潔 我正在想說,我們人們慢慢吃到老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心情 因為我知道我一定會老,我將來一定會老 但是我沒辦法負責 不過我相信,當我老的時候,我在看這個世界 和我年輕的時候看這個世界,一定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你稍微討論一下 沒有啦,阿嬤,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年輕的時候很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你頭路一年嘛,你比較啊 比較你現在的心情和你年輕的心情 有什麼不一樣嗎? 阿嬤,我不是要叫你年輕多辛苦,我聽過很多次了 拜託拜託,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你年輕的時候,什麼沒有野湯清 什麼沒有野湯清 什麼沒有野湯清 沒有飯湯清 拜託拜託,那都說這麼多次了 你是不是說這個心中的感受就好? 就是說,那個年輕的時候 那種感覺到老的時候 你年輕的時候,都不一樣 你是在悲傷什麼?你可以說一下 啊,最大的悲傷 就是少年的事情 我都不太記得了 阿嬤,你這樣叫我先要怎麼接 你,你剛才這麼相信 只是因為你現在都已經過去的事情 都不記得就對了 阿嬤,阿嬤,你現在叫做一種病 叫做老人出胎症,你知道嗎? 這是一種病 你這樣真的都不記得了 你以前跟我說,很多很多你年輕的時候 身體的你年輕的時候的故事 你都說不太聽 那你減輕都不記得了 有的有印象 有的好 也是都不記得了 所以不怪有人要生氣 最年輕的事情 都記錄起來 因為很緊張不記得了 喔,這樣我知道 請來觀眾朋友 阿嬤,替我上第一課 lesson 1 人家吃了老頭症的事情 就是很多以前的事情 都會不記得 我現在開始生日期 我現在很多心情 我所做的事情 從來都不記得了 欸,那還得了啊 這樣不猜我做到要死去 怎麼可以不記得呢? 這樣你有沒有鼓勵我生日期 當然很鼓勵 我是五三個鄉生日 像你們現在還可以拍電腦 實在很方便 不是只有拍電腦 現在還有數位相機 我現在那時候 以前的相片 一本一本一本 很大本人都要唱在哪裡 現在都放在電腦 那一片光碟裡面 就唱很多相片了 阿嬤,不然這樣 我來拿數位相機 給你拍照 拍整個電腦 放在你們外孫的電腦裡面 你以後 如果有想到 這樣拿起來 這樣看一看 我帶你去 你年輕時 我去過 我玩過的地方 我帶你來走走 我們在那裡 還給他拍照 你如果從那個故事 給他寫起來 我想這樣做 一定很有意義的 我有 如果真的有人願意這樣做 當然 你是我的好命 我想 很多觀眾 不知道怎麼 有好 我們這些老花 老三 剛才的佩服 很好 大家帶我們 四大人 去年輕時 你去過的地方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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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今天說的 我覺得很厲害 我也很配合我自己 如果我這麼聰明 阿嬤時間到了 再見 我帶你先來 適合 跟四位相機適合 再來 我們來環遊台灣環島 走 拜拜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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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